乙军密集展開地面和空中攻勢 加沙城已陷入圍困 乙军稱加沙地帶被一分為二 戰局接下來如何發展 下一步作戰行動 有可能是成為整個作戰行動中 最激烈 最漫長 最殘酷的行動 美海軍俄亥俄籍核潛艇抵達中東 哈馬斯領導人訪問伊朗 伊朗防長再向美國發出警告 把一衝突外溢風險是否在加劇 美國與伊朗方面呢 接下來很可能會劍拔弩張 但是直接衝突的可能性有大 俄烏衛衝突繼續 F-16戰機被爆已交付烏方 烏軍總司令承認雙方 已無力改變戰局 烏總統立刻予以否認 並撤換烏軍特種作戰部隊司令 衝突走向是否會有變化 防務新觀察馬上播出 各位好 歡迎您收看防務新觀察 我是浩毅 當地時間5號 以色列國防軍稱以全面包圍加沙城 並宣稱已將加沙地帶一分為二 與此同時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出現在中東 具體內容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第一個觀察短片 據以色列國防軍戰報稱 當地時間5號 以軍已全面包圍加沙城 以軍部隊還抵達了加沙地帶 海岸沿線陣地 並將加沙地帶一分為二 同時以軍對哈馬斯目標的空襲 仍在繼續 據巴勒斯坦媒體報導 當地時間5號晚 以軍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裡 對加沙地帶發動了前所未有的 數百次空襲 以軍到晚還對加沙北部多家醫院附近 進行了猛烈的轟炸 加沙地帶的互聯網和通信服務 當天也再度中斷 本輪巴以衝突已造成超過 11000人死亡 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 在加沙地帶的死亡人數 就已超過1萬人 不僅如此 整個加沙地帶已有近半數醫院關閉 剩餘的面臨安全和物資短缺的威脅 當地時間5號夜間 約旦皇家空軍向加沙地帶的 約旦野戰醫院空投了緊急醫療援助物資 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其社交媒體上稱 約旦將永遠支持巴勒斯坦兄弟 據報道 約旦向加沙地帶的空投行動 得到了乙方批准 另據美媒報道稱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 伯恩斯5號抵達以色列 並訪問中東多國 據悉 防止巴以衝突擴大化 以及解救被扣押以色列人質 是他此行的重要議題 那麼加沙城被圍後 是否意味著乙軍和哈馬斯 將在城內展開殘酷巷戰 會導致怎樣的嚴重後果 如何減少平民的死傷 和人道災難的蔓延 防務新觀察馬上播出 歡迎二位 首先請教杜先生 我們看到乙軍方面稱 已經完全包圍加沙城 那根據您的觀察 接下來城內的戰鬥 會如何展開呢 加沙城是加沙地帶最大的城市 也是哈馬斯重兵駐守的核心位置之一 如果包圍了加沙城 下一步作戰行動 可能有以下幾步 首先是分割 一分為二不夠 如果一分為四 一分為N 這樣可以讓整個加沙地帶 完全被隔離 而且各處哈馬斯作戰兵力 包括作戰行動 無法進行聯合 也無法協同 第二步就是清剿 目前的作戰行動 還有目前現代巷戰的特點 比如無人機前方進行偵查 然後推出機 清除道路 然後坦克 包括步兵 隨後跟進 這步有可能是成為 整個作戰行動中 最激烈 最漫長 最殘酷的行動 所以下部在加沙地帶的近戰 包括其他特種作戰 有可能是主要行動 王先生 那我們看到 乙軍在地面方面 已經完全包圍加沙城 那在海上乙軍稱 已經抵達了海岸沿線陣地 並且完成了對加沙地帶的分離 那此舉又想要達到怎樣的目的呢 其實乙軍這種戰鬥形式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觀察 既有純軍事角度的目的 也有國際或者說外交層面的一種考量 首先我們從軍事角度來看 我們發現這一輪的 巴以衝突爆發之後 特別是乙軍對加沙地帶 展開地面行動之後 以防把整個的總體戰鬥任務 進行一種分解 而我們縱觀整個加沙地帶的形勢 在西部沿海 以色列可以憑藉它的海上進攻的優勢 隨時以海洋地帶為切口 然後就把加沙地帶橫切一刀 甚至是橫切刀 以此達到一種分割包圍的目的 另外我們看到隨著以色列 這個軍事行動越來越深入 它這個打擊目標這個範圍越來越大 這個烈度越來越大 那麼對於以色列的國際壓力 也會成倍地增加 我們看到不止以色列 已經與聯合國秘書長 包括聯合國的一些具體的機構 多有局域 包括美國總統拜登就提出 是不是可以進行一個 所謂人道主義的暫停 那麼這樣的一個聲音 其實給以色列方面 就傳遞了一個信號 如果說它的大規模的 這個全面的軍事行動 持續導致這種人道主義災難的話 那麼接下來 這個國際壓力成倍增加 對於以色列 它這個展開一系列的那種行動 可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所以以色列 它並沒有採取這個全方位 全面進攻的那種模式 而是採取一種這個分割的模式 王先生 正如您剛才所說的 隨著以軍的在地面行動 不斷地推進 我們看到這個人道主義危機 在不斷加劇 5號呢 約旦皇家空軍呢 是對加沙地帶的醫院 進行了緊急物資的空投 那麼接下來會形成空中走廊嗎 空中走廊其實是一種說法 那麼大家都希望 能夠在這個地面運輸 遭到這麼一種遏制的前提之下 那麼空中走廊如果實現 這樣一些人道主義物資 包括緊缺物資運送的話 那麼極大的緩解 加沙城內的一些危機 但是我們從這個地理位置的 這個角度來看 約旦他與加沙地帶並不直接接壤 中間還隔著數倍於加沙地帶寬度的 以色列的實際控制區 也就意味著他執行類似的這個空投的任務 中間會受到以色列極大的一個撤走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約旦空軍 他這次實施空投的這個目標 他其實是一個點對點的一個空投 是一個定向的一種空投 那麼接下來是否能夠把它 這個嚴而伸之變成一個空中走廊 我想這個恐怕還要有待進一步去觀察 當然我們看到啊 就建立這樣的一個空投模式 恐怕對於當前這個加沙地帶 這麼大的一個緊缺物資缺口來說 還是杯水扯薪 真的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啊 必須要讓以色列解除 對加沙地帶這種全面封鎖 那杜先生我們看到 剛才王先生也說到了 這個美國總統拜登呢 是呼籲巴以要進行人道主義停火 那與此同時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呢 也是剛剛的旋風訪問了 這個以色列和中東 我們看到這次呢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 又訪問以色列和中東國家 那他這次出訪的目的主要是什麼呢 以色列國防部長聲稱 在加沙地帶的作戰行動是 找到他們並消滅他們 所以找大概排位很靠前 所以布恩斯這次到以色列訪問 大概三件事 第一呢 協助以色列找到人質 目前200多枚人質 到底在哪兒是也不知道 而且有沒有機會被轉移到加沙之外 現在也是個問號 如果通過美國的情報體系 對各類情報線索進行收集 基本上可以把人質的位置狀態 基本確定 這樣呢可以為下一步營救行動 創造條件 那第二呢是找到哈馬斯 以色列對整個哈馬斯 就是近些年在加沙地帶的公式購注 包括各種地道設施 以及武器裝備 並不完全十分了解 如果通過美國的情報體系 或多或少的 能夠在加沙地帶 把哈馬斯的部署能力 包括其他與作戰相關要素確定 這裡最重要的大概就是 摸清周邊抵抗組織的基本狀態 目前向以色列宣戰的 就是林曼的珍珠黨和胡塞武裝 但是很多襲擊行動來源不明 特別是像敘利亞民兵 伊拉克民兵和伊朗民兵 而且戰鬥能力非常強悍 那麼他們背後到底誰在支持 什麼在網絡 如果通過情報系統的綜合分析 找到襲擊以色列的 抵抗陣線的眉目 找到襲擊美國在中東地區基地的 這些勢力 美國今後和以色列軍事聯合 在中東的作戰針對性 也會進一步提高 所以從目前看呢 情報聯合 火力聯合 行動聯合 是美國以色列軍事關係的三大支柱 與此同時 美軍俄亥俄級核潛艇進入鴻海 美媒稱其直指伊朗 防目新觀察 稍後繼續 當地時間11月5號 美國中央司令部發布消息稱 一艘俄亥俄級巡航導彈核潛艇 近日抵達中東地區 消息中還配發有該潛艇 通過埃及蘇伊士運河大橋時的照片 根據美媒的說法 這艘核潛艇已抵達鴻海 報道還提到 美軍艾森豪威爾號航母打擊群 已離開東地中海 經蘇伊士運河進入鴻海 未來幾天 艾森豪威爾號航母打擊群 很可能會在波斯灣附近部署 作為針對伊朗的主要威懾和應急力量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稱 美軍公開此次核潛艇部署 是對伊朗發出的明確威懾信號 而就在同一天 伊朗國防部長阿什地亞尼表示 如果美國不實現加沙地帶停火 它將受到沉重打擊 此外 據伊朗媒體報道 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近日訪問伊朗 會見了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哈梅內伊稱 地區國家和國際組織 需要採取嚴肅行動 向加沙地帶民眾提供全面務實的支持 那麼美軍為何此時高調宣布 核潛艇的部署計劃 美伊之間針鋒相對的軍事動作 又會如何發展 《防務新觀察》繼續解讀 杜先生 剛才通過剛才的短片 我們看到有相關的信息披露 美國的一艘俄亥俄系核潛艇 正在通過蘇伊士運河 那麼我們知道美軍這次 如此高調地宣布 它一向行蹤隱逸的 這個核潛艇的部署計劃 目的是什麼 一般俄亥俄去哪兒 美國都保密 三間齊口 目標是通過隱蔽的作戰行動 達成作戰的突然性 這兩個突然性相互關聯 這次大張旗鼓 把行蹤位置 包括航行的目標向全球公開 目標很明顯 就是進行威懾 因為這艘潛艇攜帶的 並不是24枚核導彈 攜帶的是154枚戰斧導彈 而且射程在2500公里左右 如果按照之前 威懾伊朗的基本目標 根本就不要進入鴻海 就可以對伊朗前進發動攻擊 那麼現在一定要抵近部署 靠近部署 目標還是通過核潛艇旁的身軀 以及巨大的武器裝備攜帶量 讓伊朗 包括伊朗周邊國家 感到恐懼 那麼這次針對波斯灣 伊朗有可能採取的作戰行動 叫雙核組合 既把核航母的戰鬥群 向中東部署 同時核潛艇也在中東抵近部署 所以這種威脅方式實無前例 因為巴以衝突爆發之後 伊朗高層聲稱是美國提供的炸彈 讓巴以衝突出現了人道主義危機 這樣周邊把目標直至美國 美國是黑手 美國是源頭 這樣美國也不得不 用自己的武器裝備 在周邊顯示美國能力 力求把整個衝突 壓縮在最小程度 用最短的時間結束衝突 這樣美國大國競爭的戰略 才不至於受到更多影響 正如您剛才所說的 一艘核潛艇和一艘航母打擊群 雙雙進入鴻海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動作發生呢 目前看雙方 包括美國正在進行的部署 可能有幾個動作值的關注 首先演習 地東海東部 美國雙航母戰鬥群進行了演練 而且演的科目很極端 很有針對性 首先是保護高價值目標 沒說是什麼目標 大概跟以色列目標相關 第三 跟美國在中東的基地相關 第二是彈道導彈防禦 很顯然 針對性很強 在中東地區 在波斯灣周邊 擁有最強大彈道導彈攻擊能力 就是伊朗 所以現在無論是薩德的部署 愛國者導彈的部署 再加上海上航母戰鬥群的部署 都說明要對伊朗 包括伊朗向外流動的彈道導彈 進行高效防禦 那麼下一步有可能 採取有針對性的火力試射行動 如果下一步主動製造摩擦 主動製造衝突 找一個能打的這些灰色的組織 或目標發動空襲或打擊行動 也是未來的一個方向 因為之前拜登總統下 空襲敘利亞內的作戰目標 沒說是誰 但是如果通過類似的行動 不對伊朗發動攻擊 但是對伊朗周邊 伊朗支持的這些組織 和勢力發動攻擊 也能夠顯示美國能力 王先生 我們看到美軍的步步緊逼 而且重兵部署在中東 其實他也說到了是直指伊朗 那伊朗方面也是做出了強硬表態 就是說美國將受到沉重的打擊 那您覺得這個沉重的打擊 可能會是什麼 那接下來就是美國和伊朗 之間發生的衝突的可能性 是否再進一步增加 伊朗方面沉重打擊這個說法 其實非常帶有自身色彩的 這樣一種表態 其實我覺得這種說法的背後 它既有明示又暗示 首先來說 伊朗方面這次 它很顯然是在針鋒相對 接下來它說的 對美國方面這種打擊 很有可能就預示著 可能會在波斯灣有關的區域 或者說在阿拉伯海相關的區域 去展開這種海上反威懾的行動 這是起義 再者我們看到所謂暗示的成分 就是伊朗現在與美國方面 它這個博弈其實不只是在 這個巴以這樣的一個點位 而是在整個中東 甚至我們可以說是一場全面的博弈 那麼在中東地區 還存在著多個非國家軍事行為體 這其中既包括布塞武裝 也包括黎巴嫩真主黨 還包括伊拉克民兵 叙利亞民兵等等 這樣的一些軍事組織 如果接下來衝突進一步的膠著 甚至產生一些外溢的效果 會不會產生這樣一種戰略 和戰術上的聯動 尚未可知 但是伊朗方面一定要體現 它這樣一個地緣的影響力 所以我們從目前的整體形勢來看 美國與伊朗方面 接下來很可能會劍拔弩張 存在這種可能性 但是就當前形勢而言 雙方在巴以這樣的一個點位上 都沒有說直接下場 直接介入 所以美伊在這個問題上 產生直接衝突的可能性並不大 我們再將視線轉向俄烏衝突 俄媒稱F16戰鬥機 已經通過拆解的方式運抵烏克蘭 情況究竟如何呢 我們來看短片 據俄媒報導 再有兩架F16戰機的卡車 上週從波蘭運抵烏克蘭 飛機處於拆解狀態 此前美國和其他北約成員國 都曾對外表示 烏克蘭最早應該是在今年12月 晚一些時候 或是明年初收到F16戰鬥機 另據外媒報導 烏軍總司令扎盧日內近日表示 儘管激烈的戰鬥持續了數月 但前線幾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俄烏衝突目前已經陷入僵局 當地時間4號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辦公室 公開譴責烏武裝部隊總司令 扎盧日內的相關言論 稱其說法引發西方盟友恐慌 與此同時 澤連斯基還簽署命令 任命盧潘秋克為新任特種作戰部隊司令 被撤職的烏特種作戰部隊前司令 維克托霍聯科表示 他沒有被告知原因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對此美媒分析稱 烏總統撤換了烏軍總司令的一名副手 標誌著在烏克蘭軍方和文職領導層之間 正在出現裂痕 關於俄烏衝突的前景 據路透社報導 美國和歐洲官員已經與烏克蘭政府 討論了可能要與俄羅斯 進行什麼樣的和平談判 才能結束衝突 那麼拆解的F16運抵烏克蘭 是否意味著交付計劃將提前 戰場的長期僵持 是否會引發雙方態度的轉變 從而推動和平協議的簽署 《防務新觀察》正在播出 請教杜先生 那若拆解的F16戰機 運抵烏克蘭境內 那是否意味著這個交付時間提前了 那為什麼要以這種拆解的方式 來進行交付呢 雖然這次數量不多 但是時間點跟之前相比 至少提前了一個月到兩個月 有聲明之前 烏克蘭對於西方國家 戰鬥機的呼籲 現在取得一些實際效果 採取這種方式大概兩個考慮 第一呢是帕埃炸 第二帕埃打 如果以整機的方式進入到烏克蘭 要不是公路鐵路運輸 要不是直接飛到烏克蘭的機場 這樣呢在衛星 包括無人機偵察面前 很容易暴露行蹤 第二是帕埃打 烏克蘭斯國防部長聲稱 這些戰鬥機來了以後20天 我們可以把它全部擊落 而且蘇-35 蘇-30 包括其他對地武器裝備 早已經準備完畢 如果對這個目標 進行空中格鬥作戰 甚至是對地面機場設施 發動打擊行動 不用太長時間 這些援助的戰機 馬上就從武器裝備 變成飛鐵一堆 所以基於以上考慮 如果採取拆擠的方式 可以在空中作戰方面 顯示烏克蘭空中作戰能力 正在逐漸恢復 杜先生 還想請教您 短期內它完成組裝 包括這個形成戰力 是否可能 現在看呢 可能性有 但是不大 因為這個組裝 這個應該是技術問題 西方國家會援助 但是如果在空中 使用武器裝備 採取合理的戰術 進行空中格鬥 採取合理的這些動作 進行對地攻擊 現在存在著比較大的問題 最核心 最重點的是 編隊空戰 如果今後有大量的 F-19戰機進入了烏克蘭 如何確定編隊規模 如何確定編隊戰術 以虛防國家預警機 包括其他空中保障系統 如何協同如何配合 這些都是問題 所以能飛和能打能贏 它是三個台階 目前烏方呢 基本上剛剛跨入第一台階 正如杜先生所說的 我們看到這個F-16戰機 目前還無法形成戰力 剛才短片當中就說到了 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和烏軍總司令 他們倆的說法不一 那這可不可以理解為 烏軍內部高層出現了分歧 其實目前種種跡象表明呢 圍繞著當前 俄烏衝衝突戰場的形勢 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與烏軍方 出現了極大的一個 觀點的分歧 當然出現這個分歧的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 雙方它所在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看待問題 它的這個方向和方式 也不太相同 扎路日內他認為 當前這個烏克蘭 它自這個反攻開始 到現在已經有五個月了 只向前推進了17公里 這樣的一個程度 應該說無論是 與烏克蘭自身 還是與它的一些 這個西方的軍事夥伴 當年的這個預期 是大相降低 而澤連斯基呢 他承認 當前是這個進展 非常的緩慢 但是呢 他認為這個不是僵局 主要原因是 他從士氣的這個角度 來考慮 所以我們還要透過 雙方的這個表態 這個分歧背後 其實還有一個共同的因素 就是說他們既有分歧面 又有共識面 這個共識面 就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 呼籲美西方國家 繼續向烏克蘭 執行大規模的 這樣一個軍事援助 乃至於是這種財政援助 這其實反映出的就是 美國國內產生的一種聲音 就是由於巴以衝突 是不是要把更多的這個裝備 運送到這個以色列方面 而不是說關注到烏克蘭 這個角度 所以他這是對於美西方 這樣的一種行為 或者說一個思路的一個反彈 對 先生 我們看到這個 烏軍特種作戰部隊的司令 臨時換將 那他下一步的這個作戰行動 是否會受到影響 會有哪些變化 國防部長辭職 特戰部隊司令換將 說明下一步呢 維爾州前線 那麼縱深作戰 特種作戰 有可能會力度明顯增加 現在看呢 之前無人機在莫斯科的 騷擾行動打擊行動 頻率很高 另外呢 在俄羅斯邊境 州份的打擊行動 頻率也很高 而克里米亞的特戰行動 也非常的這個有效 但最近發現呢 由西方援助降低 這個烏克蘭特戰行動的效率 也明顯地收斂 前線誰打不動 如果打了這麼長時間 通過一年的反攻行動 只推進了10億公里 這樣前線 今後的作戰行動中 也不可能有質的變化 和顛覆性的戰果 如果把特戰 把火力戰 無人機戰 當成核心當成重點 有可能取得比較大的變化 那最近 澤蘭斯基總統聲稱 我們將會對莫斯科 包括俄軍前線 發動毀滅性的打擊 有什麼毀沒有說 但有可能跟特戰部隊作戰 以及無人機導彈 襲擊的那種密切相關 說明下一步 在前線對峙的狀態下 爭取通過更多的 縱深特戰襲擊行動 破壞更多的腰臺目標 在戰場上保持相持狀態 王先生 那我們看到 這個八億衝突目前 遠沒有看到這個停火的跡象 那麼根據您的觀察和分析 那俄烏衝突是否會回到 談判桌前 目前來看這個形勢 其實並不明朗 這樣一個對和談影響的因素 其實有很多 這個雙方 特別是烏克蘭一方 還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響 比如說這個美方的態度 對於烏克蘭是否能夠和談 那麼什麼時候和談 採取什麼樣的方式 這個影響是非常大的 我們看到美國 雖然受到了這個 八億衝突的影響 它可能在原污方面 接下來這個節奏 內容 數量 可能會存在著 某種程度上的調整 但是美國我們看 在俄烏衝突當中 它有一個基本的訴求 就是要消耗 甚至是深度消耗俄羅斯 而種種經驗表明 美方它肯定還去採取 一系列的方式 使得這個雙方 在戰場呈現出 這樣一個衝突狀態 另外再看就是歐洲這個角度 歐洲雖然在原污方面 呈現出了一些疲態 但是歐洲 它對於整個俄欧局勢的認知 有跟美國不同的一點 就是說對於二戰後的 歐洲邊界是否會再次 發生重大變化的問題 比如說波蘭 它已經和明和暗的 通過多種方式在多個場合 表達了說是改變邊界 這樣一種訴求 這就會引起歐洲一種普遍的恐慌 甚至在地緣上 產生一個多米諾骨牌效應 所以為了這一點 歐洲方面 它會客觀上去影響 烏克蘭方面 在這個和談的節奏 包括這個和談的一些 內容取捨方面 都會去施加相應的一種影響 衝突的持續 人道主義危機的惡化 是對人類良知的拷問 是對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的踐踏 國際社會 應當共同致力於調解衝突 緩和緊張 不應允許這樣的慘劇 繼續下去 這裡是防務新觀察 感謝兩位專家的分析 也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 的 甚麼 刺眼 刺眼 刺眼